播放主播又來了 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奧運特報 首先感謝我們的服裝贊助夥伴UNIXYY 讓我們可以每天穿著中華隊的這一次的運動服 來播報這一次的奧運賽事 那每天大家都會看到我來報奧運 是不是都會懷疑說我是運動健將嗎 其實呢 我也不能否認 我覺得我某些程度是運動健將 尤其是那個生氣的時候 那打人的時候 我覺得我也可以擦拳擊 其實我有去學過拳擊你們知道嗎 但是呢 我發現我拳擊的這個狀況真的不是很OK 那教練就跟我說 那最主要原因是我的這個 白肌肉比紅肌肉來的發達 那紅肌肉發達的人 在拳擊這種比較激烈的運動呢 他會比較優秀 那像白肌肉比較發達的人呢 他可能就譬如說像是舞蹈啊 或者是瑜伽啊 這種比較好體操啊 就是比較另外一種類型的運動 那你知道只有一種人他是紅白肌肉通通都很強 什麼比賽都難不倒他那就是黑人 所以呢最後我也沒有辦法繼續拳擊下去了 但是我還是有持續的在運動啦 所以這個你說我是運動好手 我只能自己笑一笑 哈哈哈哈 對啊哈哈哈哈 好 那這個昨天林洋陪大家心臟還好嗎 這個希望大家今天這個時間也過了 也昨天晚上的事了喔 今天稍微大家可以冷靜下來了 等明天好不好 明天就是金牌戰了 要激動明天再激動 今天稍微冷靜一點 但是今天好像也很難冷靜 因為今天有一場比賽很可能是我們 中華隊的第一面獎牌要開張了 這是在拳擊隊 拳擊隊的半夜11點38分 你一定要搞到這麼晚嗎 就算要慶祝也要慶祝到隔天了 來這吳詩怡 女子60公斤及四強賽 他要對上了中國大陸的選手 那保底就同牌啦 這個如果有機會能夠打到金銀牌的這個 最後的決戰的話 那當然是更棒啦 所以最快今天半夜 應該中華隊就會破蛋了 會有一面獎牌了 然後呢因為到凌晨 因為今天拳擊的賽事 可以是從半夜到凌晨 凌晨等於是明天的8月4號的3點36分 是陳念琴 66公斤級的 66公斤級的八強賽 要對烏茲別克 又是烏茲別克 昨天那個林玉婷對烏茲別克是5比0 把人家血洗對不對 所以來這個陳念琴加油 延續昨天這個林玉婷的氣勢 還有射箭的雷尖影雷姆 這個是16強淘汰賽 但是對上韓國 只能說加油 希望這個幸運之神與你同在 那射擊的李孟遠 今天進入了第二天的資格賽 那昨天第一天結束 今天是第二天 高爾夫 潘振聰 還有余俊安 今天是男子個人賽第三輪 這個高爾夫我是真的看不懂 我只覺得好慢喔 要一球一球打 就是比較 就是感覺好像不像 這種籃球啊 足球這麼激動的感覺 那蜻蜓的部分 我們的選手表現也很好喔 那今天晚上9點半 張竹涵是女子激流 極限激流越野賽第一輪 因為昨天他們已經過了資格賽了 那到了10點40分 是男子的吳少璇 他也是極限激流越野賽第一輪 所以今天的賽事在這個地方 這是我們今天的選手 大家一起幫他們加油 加油 好 那這個另外啊 我們要來關心一下 雖然我們中華隊沒有參加這個 這個足球 也沒有參加籃球 但是我們總是還是要關心一下嘛 尤其是要先看足球是不是 足球今天 今天凌晨8強賽全部都這個踢完了 所以呢現在4強已經出爐了 4強分別是誰呢 我們來看 摩洛哥 西班牙 埃及 以及地主法國 尤其是最後這一場 法國對阿根廷 大家都知道嘛 這個法國跟阿根廷 長久以來愛恨情仇啊 最後在比賽場上 據說還是忍不住了 這個場邊還 不是場 場中間還是打起來了 不過呢昨天 這場比賽呢 這個法國當然是有地主隊 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優勢 所以呢 這個他們是靠著效力在英朝水晶宮的前鋒馬特塔 第五分鐘就頭錘 破門了 就是這個 他背著他的隊長 那這個1比0 就一直1比0囉 這個阿根廷就一直沒有得分 所以法國隊就晉級了4強 比賽結束之後 當然法國隊很開心嘛 你看他這個 這個球員都把隊長背起來說 喔耶我們再慶祝 然後就 讓這個希臘很不爽 不是希臘對不起 讓那個 阿根廷 阿根廷 不是很高興 覺得你踩到我了這樣子 於是就有 一些零星的衝突 這個畢竟已經忍了這麼久 他們的愛恨情從什麼時候開始呢 原來是從這個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原來是從2022年的卡達氏族賽 就已經解下糧子了啦 其實在卡達氏族賽的時候呢 這個阿根廷是靠PK大戰 4比2擊敗法國拿到了冠軍 然後呢重點是 這法國已經很不爽了對不對 然後呢今年呢 這個阿根廷去打這個美洲盃 又拿到冠軍的時候 他們慶祝的時候唱的歌曲 據說當然我不會唱啦 據說是有點歧視法國的歌曲 所以這兩隊呢 賽前其實就已經 看對方不是很開心的那種感覺 火藥味十足 那中場地主法國隊勝利了 兩隊就不忍了 就開始對罵也好啦 動動手動動腳啦 不過還好啦 這個很快就排除啦 障礙排除障礙啦 畢竟都這麼大啦 大人啊都打奧運啊 不要打架啦 好但是呢接下來的四強 足球四強 是從8月6號星期二開始 首先是凌晨0點 摩洛哥先對西班牙 3點法國對埃及 所以大家可以開始壓了喔 這一次的這個金牌銀牌銅牌 分別是哪一隊 因為四強已經出來了 那我只能告訴大家 錯別字告訴你 壓哪一隊 你就跟他對著壓 就沒錯了 這是為大家好啦 好再來我們來看美國的 這個籃球 這個 南籃8強現在還差2強 6強已經出來了 這6強分別包括有 A組的加拿大澳洲 B組的德國法國巴西 還有C組的美國 那現在確定已經玩完的 叫做西班牙 掰掰 再見 日本掰掰再見 波多黎各掰掰再見 但是呢 這個還是 還有誰你知道嗎 塞爾維亞南蘇丹跟希臘 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進入 最後的8強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分組是3個小組 那每一組 取這個 兩名 晉級 然後呢 另外的 兩名 兩個名額 就是要看這個比分了 所以呢 只能說今天希臘隊很幸運 你知道嗎 希臘隊 今天 其實希臘隊本來之前都一直都是 輸球的狀況 但今天靠著 NBA 密爾瓦基公路隊的字母哥 字母哥 我真的沒有辦法念他的名字 因為他真的字母太長了 字母哥 終於率領希臘隊 因為他是從希臘來的球員 77比71 顯勝澳洲開湖了 那這場比賽呢 是第一次到打奧運 第一 的這個字母哥拿到第一場勝利 當然他也幫助希臘可以暫時保住 進八強的一線升級 為什麼這樣講呢 我們來看 希臘如果要進八強 其實完全要看另外兩隊的比賽 首先呢 塞爾維亞跟這個南蘇丹 他們兩個很重要 那這個呢 假設呢 塞爾維亞擊敗了南蘇丹 而且呢 這是第一個條件 就是他擊敗了南蘇丹 那就是塞爾維亞晉級 但如果他沒有擊敗南蘇丹 但是又沒有輸對方超過23分 也是塞爾維亞晉級 那南蘇丹要晉級的話 就是要擊敗塞爾維亞 或者是輸球的時候 他不能夠輸超過1分 哇真的 這個很難耶 輸球不能輸超過1分 那這兩隊就有可能 有這個拿到一個八強的名額 那至於希臘呢 希臘現在已經就怎麼樣 只能靠別人 我們來看希臘 希臘就是說 假設塞爾維亞贏了南蘇丹至少3分 恭喜希臘可以晉級 假設南蘇丹勝了塞爾維亞至少24分 就是希臘可以晉級 所以現在有一種你知道 就是等別人打 然後我才能決定我能不能晉級 我覺得希臘現在的心情應該也是 也是覺得蠻掙扎的啦 那當然呢想要看這個 這個南蘭的賽事還有兩場 這個小組賽還有兩場 分別是今天半夜 會有這個波多黎各對美國 雖然波多黎各已經確定要回家了 但波多黎各打美國 會不會美國就輕鬆打之後 波多黎各還賺到一勝 不曉得啦 另外還有就是塞爾維亞跟南蘇丹 就是牽動著塞爾維亞 南蘇丹跟希臘 能不能夠晉級8強很重要的一場比賽 是在明天的凌晨3點鐘 那另外我們要來看的是這個 美國 美國隊啦很夢幻 真的夢幻 我跟你講人齁人真的 你知道同樣參加籃球比賽 就是可以同賽不同命 美國這個籃球隊齁 這個真的是金包銀你知道嗎 我不是說他們得牌金包銀 你知道他們花了多少錢嗎 真的嚇死我來 美國副比式的報導喔 說美國籃球隊齁很帥氣啦 因為夢幻嘛 都是這個身價非常高的 這個NBA的大明星喔 那說在參加這一次奧運呢 總共的費用大概是1500萬美金 1500萬美金 大概是台幣4.62億耶 光一個美國籃球隊去參加奧運 要花台幣4.62億 這可能是我們中華隊大概4屆奧運的經費吧 搞不好還沒有喔 好 是不是真的很多超級多 而且實際上美國其他的代表隊都沒有籃球隊有這樣的待遇 而且他們的這個費用呢 是誰出的你知道嗎 除了就是 美國的籃球 還有美國的奧會 甚至連國務院都幫忙一起出錢 讓這個美國隊呢可以怎麼樣 就是去打球的時候呢 一切都是這個完全不受打擾的情況底下 能夠安心的這個準備比賽 因為從1992年的巴塞隆納奧運開始呢 美國的籃球隊他們就不住選手村了 選手村怎麼樣 太吵了 太多人了 很多人要簽名要照相的 還有想要來敲門的 或者是這個 這個 什麼吃也吃不好 或很熱 床很難睡 譬如說這個美國的這個籃球國手都很高嘛 床很小很難睡之類的 所以 從1992年開始他們就不住選手村了 32年都不住選手村 然後 最誇張的一次是2016年的禮約奧運喔 他們那個時候因為 就是找不到飯店 他們竟然住在豪華郵輪上面 這就是 美國隊你看人家的命真的是 金包銀啊 那今年他們是在巴黎市中心的飯店 找了一個五星級的飯店 然後大概有800個房間 而且美國隊是把人家整個飯店包下來 800個房間要住多少人 說包括了球員 球員的家人 工作人員 管理人員 以及NBA相關的員工都住在這個地方 那真的是花錢是有用的啦 因為呢 這個美國隊強調說他們的男男女男 至少是這個五對五的比賽到目前為止 在小組賽全部都是保持全勝的戰績 這也是應該的啦 因為這個住的這麼好吃的這麼好 花了這麼多錢 當然要全勝啊 不然真的會被美國的這個 美國的民眾罵死啦 好 這個總之 足球跟籃球 當然在奧運來講 他或許不是真的像這個 譬如說世界盃足球賽那麼的 這個大家都在看喔 但是他還是很具有這個代表性 所以幫大家做一下介紹跟簡介 畢竟現在都已經最後要進入八強跟四強了 好最後我們再看一下這個獎牌榜的部分 獎牌榜的部分 中國大陸還是維持在第一名有13斤 法國地主隊第二名11斤 澳洲好厲害喔 澳洲也有11斤 美國掉到第四名 英國第五名 但是日本韓國卡在6跟7 所以這日本跟韓國還是很努力啊 雖然是亞洲國家 但是還是很努力的想要對抗這些高大的 這個歐美選手啦 那美國是不是熄火了 不曉得因為他一路掉 他昨天還第二名喔 今天就掉到第40了 那當然接下來 這個今天晚上希望中華隊 好這個第一面獎牌啊 我們能夠歡迎我們中華隊的第一面獎牌 在今天的晚上就 這個加入獎牌榜 這個請大家一起集氣加油 那明天當然還有林洋沛一定也會 這個有獎牌進來啦 所以這次大家安心安心 不會是0 絕對不會是0了啦 好啦我今天話數有點多 好以上就是這一節的 要讓優嘉可以休息一下 以上是這一節的奧運特報了 趕快把時間再換給優嘉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前家人 專屬您的KS Loyal Care